喝真奶嗎?在中國有更多人比我們更喜歡來上一杯 尤其在中國的首邀引市場 2023年的時候市值是達到1450億人民幣 這麼龐大的經濟 那麼應該是穩賺不賠的吧 答案卻似乎不是如此 就如同像中國的首邀引品牌茶百道 它是中國第三大的首邀引品牌 但在4月下旬在香港上市的時候 掛牌價是17.5港幣 但上市第一天就暴跌 跌幅是最高達到百分之三十八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另一個品牌叫做奈雪德茶 在2021年上市的時候 掛牌三年以來跌幅是超過百分之八十 從19.8港幣一路跌 跌到現在的2.89港幣左右 情況可以說是慘不仁多 那其實追根究底 就跟整體的經濟是有關係的 因為投資人早就已經對港股市場缺乏信心 我們可以看到在香港的恒生指數這邊 在2023年下跌是超過百分之十六 加上疫後經濟復蘇差 港版國安法 中國的經濟平軟等等的因素加起來 整體的投資人其實都不看好 而且在中國的手搖茶市場 還存在的是高度競爭的一個情況 那也是投資人擔憂的因素之一 因此中國的光大證券的國際證券策略 實際就指出 中國的手搖茶的門檻非常低 但是競爭很激烈 主打的是一個擴點的策略 但卻因此導致它的毛利率是持續下降的 在惡性循環之下 我們人手一輩的手搖引 其實也就變得沒那麼賺錢了